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道周五英文一起讀 这新闻很扯 我觉得我们台湾永远不会走到这一步 可是美国走到这一步了 San Francisco 他们的警察现在可以用机器人来镇报 这真的太扯了 不过我还是必须先强调一下 他下面讲清楚的就是 不是说机器人可以拿枪队的人群扫射 还没有到那个地步 而且需要很高阶的警官 才能够authorize这件事情 才能够合可这件事情 不过听起来还是够劲爆的 所以我们就来读一下 这个文章能教我们点什么东西 San Francisco police are given power to use killer robots 你看这个标题下的多么的耸动 所以他们有被给予这个力量 权利来使用杀人机器人 Killer robots My God 不过也是事实 因为真的他们通过这个法案 这样子 好先看这个第一段 就已经set the tone so officials in San Francisco have voted to give the city's police the power to use potentially lethal remote controlled robots in emergency situations that's it 所以这个官方已经投票 voted来给予 the city's police 这个都市的警察 给了什么呢 the power to use 后面这个东西 所以使用什么的权利 the power to use 那use what 后面这个东西就是 基本上就有这个 有致命的潜能的 所以致命叫lethal ok的 其实致命还有deadly 还有还有一个是什么 lethal deadly跟 怎么突然间脑袋卡住 因为这个我以前上课的时候 一定会教这个东西 我先把它打出来 所以deadly是致命没错 lethal也是致命没有错 还有最后一个致命 叫做fatal 这样我们有讲过 不过还是一样 可以复习一下下 左边这两个 或者应该讲deadly deadly跟lethal 跟fatal 基本上是都可以用 因为deadly就是死 这个字在里面 所以它是到哪里都能用 都不会错的这样子 不要讲错 不会错就都可以 那后面这两个则是 会有不同使用的地方 其中一个跟命运 比较扯得上的关系 所以说 那你大概猜得出来 fatal长得很像fat 有没有 fat就命运 所以要是今天这个东西 扯到命运的话 那这样子致命 我们才会用fatal 像例如说意外 发生一个交通车祸之类的 我们可以说 这是一个fatal accident 我们不会说 这是一个lethal accident 那相对来说 如果今天你发明一个武器 这个武器杀伤力很厉害 it's a lethal weapon 我们就比较不会说 这是一个fatal weapon 好大家懂了 讲得很快 来 所以 这边说的是 你就有这个power 来使用什么呢 potentially lethal 所以潜在来说 是致命的 以及是遥控的 所以表示说 人不用在现场 remote controlled robots 在一些紧急情况 in emergency situations 好 OK了 那我们也不要 去假定说 美国就这么冷血 轻易的通过这件事 没有 他们事实上 也是有很多情绪在了 就这一段的描述就知道 他是8比3通过了他 So the 8 to 3 vote in favor of the move followed an emotionally charged to our debate and came despite strong objections from civil liberties and other police oversight groups 好 所以 所以8比3通过了 这样子 那他是在一个什么之后的 所以这个move呢 follow了这件事情 follow是跟在后面 So the vote followed 后面这件事 跟在什么时候面呢 emotionally charged to our debate 所以非常情绪的 就是大家都有很多情绪在里面 就赞成了跟反对的 都有很多的这个 就很强的 strong feelings So emotionally charged OK的 所以讨论了两个小时 辩论两个小时 那即便 就是虽然说有很大的反对 so can despite strong objection objection就反对 从哪里来反对 就是一些你知道 比较顾民权的 civil liberties 以及还有一些 警察的那一种 就是比较监督警察的一些 一些这种社会上的团体 所以他叫做police oversight groups 所以oversight这个字 他就有督导监督的那种概念 这样 不一定讲督导 讲这个监督可能好一点点 就有一些我们那种 这好像就watchdog agency 如果没记错的话 就总之会有一些 看门狗的一些这种机制 那他们就会利用一些 lobby的power或这些的 来让一些官方单位 不会做一些太浮夸的事情 所以对他们来说 这个东西通过了 大概他们会视为是一个很大的失败 所以oversight这个字就是有 刚刚讲的监督 可是oversight这个字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疏失 你漏看一个什么东西 也叫做oversight 所以这个字真的很有趣 它可以是犯错 它也可以是好好的努力 让东西不犯错 OK 所以可以是督导监督 也可以是把东西给看漏了 oversight 好OK 来我们今天多看几个字 就是在正报的时候 可能会看到的字 我觉得就很酷 来 来所以往下看的话 这边看到这个robot 好所以他说了 San Francisco Police Department 就SFPD has said 他们说了 It does not have pre-armed robots It has no plans No plans to arm robots with guns OK 所以他们没有 已经装好 已经武装好的机器了 所以你不会看到这个机器人走来走去 上面就已经装好了 或者说现在他们在仓库里面 就已经有机器人 上面都已经装好了武器 没有这回事 So they don't have pre-armed robots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计划 来去武装任何的机器人 And they have no plans to arm robots with guns 应该说 他们没有计划来 把枪支装在机器人身上 所以像我刚刚讲的 扫射的状态是不会有的 But the department could deploy robots equipped with explosive charges 所以他们是可以去派出一些机器人 然后装载着炸 就是比较会爆炸的东西的 所以他用了explosive这个字 explosive charges 所以他会在人群中爆 那这个爆的话 就不见得杀伤力真的是很高的 因为那个爆可能 他用的材料之类的话 说不定只是要让人家昏倒 或什么这些的 所以他的这个charge来干嘛呢 所以他用这个夸号来 quote他一下下 所以他有这个explosive charges to what? to contact, incapacitate or disorient, violent, armed or dangerous suspect 好所以目的是在这里 所以他用了这个quotation 来把他的目的说出来 所以这些explosive charges 可以干嘛呢 就是接触 所以他就是接触那些 可能现在造成危险的人 或者是incapacitate他们 什么是incapacitate 这边在说的就是使他没有能力 这样子 他就没有capacity 你可以这样理解 因为你看这里躲了capacity 这个字就能力的意思 所以incapacitate这一些 嫌疑犯或者这些的 然后后面还有就disorient disorient就是让他没有方向感之类 就让他昏昏的这样子 所以我在想可能也可以是用 很大的噪音的那种 有没有什么explosive 是不是发生很大的声音 放个大龙炮在上面 或许是吧 所以大龙炮一下 然后那些人就被你炸到半龙了之类的 至少这样就不是伤他人命 对不对 所以直接就可以来去应付暴力的 或者有武装的 以及有危险的这些嫌犯们这样子 所以他来contact, incapacitate or disorient violent, armed or dangerous suspect 这样就OK了 OK 所以violent是暴力的 armed就是有武装的危险的 suspect 所以当人命关天的 就攸关人命的时候 when lives are at stake 所以这个什么什么东西 at stake 我们以前讲过好几次 但是现在还是可以稍微说一下下 when something is at stake 就表示这个东西啊 是你可能会去失去掉的 所以这个东西现在是处于一个 处于一个 处于一个可以被失去掉的状态 我不是刚才说过吗 或者我都用一些简单的找句好了 就是像例如说 可能有的明星不敢去夜店 为什么 因为他会觉得他去夜店 被偷拍套货之类的话 然后被杂志破了 expose出来 他的名声可能就会臭掉之类的 所以这个明星就冲来说 this celebrity never goes to nightclubs so he doesn't do clubbing because he fears that his reputation is at stake ok 所以他的reputation 可能会去失去掉 所以这边讲的 当人命可能会失去掉的时候 所以他们就可以用这个机器了 so when lives are at stake 这个用法 ok 好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还有一些很值得看的东西 例如说像是exhaust exhaust这个字 同学大概高中甚至国中都学过 你很疲劳就是I'm tired 你也可以换一个字 I'm exhausted 我也教过I'm beat 也是我很累这样子 累坏了 累毙了这样子 可是exhaust这个字 另外一个很常见的用法是 例如说工厂排出来的废气 汽车排出来的废气 所以car exhaust 就是汽车废气 ok 甚至排气管 你叫它exhaust pipe 也是ok的 所以exhaust 还有这样的一个意思 还有再多一个意思就是 什么东西给耗掉了 所以其实刚刚的疲劳 就是把体力耗尽 也是很ok 所以这里的耗费耗掉 还是可以用exhaust放在这里 耗掉什么东西呢 就当警察已经把所有的选项 都已经耗掉了 所以这边有一群人在 示威有形抗议 警察想要去镇报 可他们的手段已经用尽了 例如说拿大神工队 他们骂一骂 你们赶快驱离 举牌三次什么这些 你大概懂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手段 用掉了发现赶不走 所以用掉手段第一个 第二个手段 直接拿盾牌去 然后慢慢逼近 然后用拖的把他们拖走 拖了半天发现拖不走 第二个选项用掉了 所以这些都是你 警察可能有的一些 options这样子 所以当你已经把这些options 全部用完了的时候 那或许就可以派这个机器人出去了 所以这个用完 他用的就是exhaust这个字 所以我把这一段读给你听 好 所以这个proposal曾经有被修改过 so the proposal had been amended before it was passed to clarify that officers would only be allowed to use robots after they had exhausted alternative force or de-escalation tactics or concluded they would not be able to subdue the subject or suspect through those alternative means alternative means 刚才读的卡卡 but that's okay 好 所以这边在说的是什么东西 好 我们把再解释一下下 所以这个proposal是有被amend amend这个字就是修改 ok的 在他通过前 那修改是为了要来 离清一件事情 to clarify clarify what 离清什么事呢 就是officer只有在 刚刚说的 你的选项都用完了之后 才可以排出来 so that officers would only be allowed to use robots 所以他们只有 会被允许机器人 after这件事 after what after they had exhausted 我刚刚说的耗尽掉了 alternative force 所以这就是另类的这些 就是force可以有很多解释 力量之类的也可以翻译成force 这样子 好 所以alternative force 或者已经用掉了其他的 de-escalation tactics 这个字我觉得很酷 escalate这个字叫做升高 所以警察是想要把已经升高的局面降下来 所以他们把escalate这个字 用一个第一加在前面 就是de-escalate so the police have arrived to de-escalate the situation 这可能可以听到 报道方面这样子说 to de-escalate a situation 所以他的名词叫做de-escalation 好 所以escalate again是升高 下降叫做de-escalate 所以你已经用掉了alternative force or de-escalation tactics tactics就是策略或之类的这样子 那或者已经结论 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来去把 眼前的嫌疑犯给处理掉 or concluded they would not be able to subdue the suspect 所以subdue这个字 就是把它给降服掉之类的 through those alternative means 透过刚刚的那些 另类的手段选项 means的时候 这时候才能够派robot出去 而且呢 只有几个高阶的军的这个officer 才有权利来authorize这件事情 就我刚前面影片开头就有说 so just a limited number of high ranking officers have the power to authorize the use of robots as a deadly force option 所以身为一个这个 deadly force的一个选项 的一个手段 好 听起来是很扯的 我是觉得 不过我们无论如何 把刚可以讲的部分 讲完了好非常开心 alright 好对不起 如果其实 不知道统计会不会感觉出来 我有点疲劳 因为最近家里的事是比较多的 所以今天 还是努力把这个东西录完了 就是 所以可不过这个新闻分享起来 还是觉得很有意思的 因为我觉得 西方社会 尤其美国社会 已经发展到 能够用机械人珍宝 这个真的是一个 警察 警察权力的一个里程碑 好 anyway 讲到这里也可以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